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潘,专业做白酒团购河批发,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的视频,这两天天气有点热,今天到了三十六七度这么一个温度,气温比较热,很多朋友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不喜欢喝白酒,包括我也热, 一般到了夏天都喜欢喝点啤酒,因为天气比较热,喝白酒更加的燥热感觉,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款价格相当的两款产品,前几个大家讲过的这款真酒大人帅,还有我们这个方品喜酒,一个喜酒出品,一个真酒出品,这两款产品都是属于口粮型加热型白酒, 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两款产品到底是哪一款,更适合作为口粮型加热型白酒的这么一个定位,口感更好,酒质更好,到底是哪一款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款方品喜酒前期给大家讲过,现在这款包装的方品喜酒已经停产,金盒包装的,都叫虎皮盒,就是这个包装的已经停产了,2019年停产的, 我们这款日期呢,也是一款2019年的一个生产日期的一款方品喜酒,这个真酒大元帅呢,是2019年下半年开始副产的一款产品,副产的一个产品,一个品牌吧,在真酒定位中,当时呢,真酒也有大元帅这个产品,包括蓝帅,红帅等等, 这个大元帅呢,是2019年立项,这个副产,然后呢,出厂之期呢,是2020年,2020年,2020年1月份,1月份零日期,1月零九号,差这个,多九天正好就是到2020年,这两款产品到底是哪一个口感好,作为口粮型加热型白酒,哪一个更适合, 好一点,再来对比一下,就品牌来说吧,西酒的品牌肯定定位要高,西酒的品牌要比真酒定位要高,我们呢,对比一下这两款产品,我看一下啊,对比一下这两款,到底哪一个口感要好一点啊, 好一点啊,对比一下这两款呢,就是说看起来我再来一位 这两款产品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都是透明的 如果看挂壁的话,我感觉这款大原色要好一点 因为它酒入下滑的比方米有点好 毕竟这个都是六百块钱的一箱的白酒 它这个气味还是比较重的 从香气上来说,这款蒸酒的香气要比方品要突出一点 要重一点 这款方比锡油要内敛一点 入口感觉还是不错的 尾段略苦 喝习惯了那些比较中高端的产品 喝低端的口详型白酒 我感觉跟它们比还是有点区别 喝酒 这款大圆帅口感上明显要比这个方米喜酒要好一点 他说口爆香那种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他那个茴味我刚才说这个方米喜酒的茴味越短 他的茴味要比方米喜酒要长 茴味要长 总体上口感上还是要比方米喜酒要好一点 方米喜酒的喜酒定位也是高于老喜酒这么一个定位 也是一款口阳级的酱氧型白酒 这款大圆帅的定位也是高于老真酒 高于老真酒的一款定位 从包装上这个大圆帅的档次要高一点 但是呢喜酒的品牌知名度要高一点 所以呢这两款产品也是各有所长 但是呢单轮酒铁的话还是这批这个大圆帅的酒铁 口感要好一点 要比这个方米喜酒好一点 可能这个方米喜酒对定可能因为是已经停产了 停产了所以市场价格要高那么一点点 前期的价格也是在四百多一点点的一个价格 现在也到了一个五百二五百三个价格了 这个和这个真酒大圆帅的价格都一样 如果选择当口条铁线1900的话 我还是建议这款大圆帅吧 这款口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相对于方米喜酒来说都是口条铁级酱铅1900 口感都非常不错 在这个很多酒友的心目中啊 方米喜酒也是值得入手 值得收藏 值得去喝了一款产品 但是呢对比我们大圆帅 这个味道要差一点点 可能这个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停产关系 所以呢这个各有所长 如果您适当的可以像存一些 或收藏一些这种低端型酱铅1900的话 这个方米喜酒要去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款产品是已经停产了 已经停产了 喜酒的品质率非常高 所以它是一款比较适合收藏的一款 储存啊 囤酒啊 你可以放在若干年后啊 包括它收拾空间啊 包括它口感 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所以呢 这两款产品也是各有所长 各有所长 非常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款 口粮级的酱香薰白酒 方品喜酒和真酒的大圆帅 真酒大圆帅 这样的产品都不错 真酒大圆帅的口感还要好一点 如果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 您有什么想法可以私信我 我都会一一回复大家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下期甜点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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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